人权概念虽是在西方文化中首先出现的 但中华文化中也自有其根牙 如人最为天下贵 人者爱人 这些中华文化中渊远流长的人文主义传统思想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人权思想的宝贵基因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敬田 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栏目专访 解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权思想 在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里面 它高度重视人的价值 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干 2000多年来 儒家都一直重视人的价值地位 像先秦儒家的极大成者 寻字 他就讲人比起那个无稽物 植物 动物来 他是最为天下贵的 就是说人有气 有生 有知 亦有益 故最为天下贵 这都构成了一个人权的价值根据 所以人最为天下贵 实际上人 就是说人是最有价值的 这就构成了人权的价值根据 重视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就是讲爱人 也就是关怀人 关心人 这个也是人权的一个根本内容 那么这个爱人在儒家思想里头 孔子讲的仁者爱人 就是要关爱人 关爱他人 也包括关爱自己 关爱所有的人 而且这个爱人 或者这个人 他有两个体现 一个是忠 一个是数 数就是 记所不欲 无失于人 实际上就是不损害他人 不损害他人 就是一种 人对他人的义务 那么人的另外一个表现 就是忠 忠就是 既于利 而利人 既于达 而达人 这个讲的是 帮助他人 所以说 作为人的两个表现的 数和忠 和人权的这个内容 都是 契合的 这个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 是人的主体性权责 具有人类普遍性 所以他在 当今 以民族国家存在的人 的这样一种存在形态里的话 他是 体现在 不同的民族国家中 民族文化中 所以我们不能以 人权的普遍性 人权的普遍性 来否定 这个文化的特殊性 当然也不能用文化的特殊性 否定人权的普遍性 我们应当在 人权的普遍性 和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的 相互适应中 相互阐释中 创造性的 推进人权事业 和人权世界